無在不在 時方目前 極小同大 忘節境界 那什麼叫做無在不在 時方目前 時方就是近時空騙法界 叫做時方 近時空騙法界跟你現在的目前的 你所看到的沒有什麼差異 所以叫做無在不在 時方目前 你說你的自信跑掉了 時方沒有跑掉 你的大跑掉了 倒沒有跑掉 無在不在 時方目前 就在講這個事情 所以三屬信心明一直在強調 讓我們自己能夠知道這件事情容易修行 所以說無在不在 時方目前 極小同大 忘節境界 因為我們喜歡找一個境界 所以他給你講說極小同大 忘節境界 我們來看主事大德的解釋是怎麼樣解釋 無在不在 時方目前 這一句話如果你懂的話 那不就是 近時空騙法界跟你現在所看的 當下的這個 沒有什麼差異 也沒有什麼意象 那無在不在 你的道 你的自信根本沒有跑掉 但是你以為說你的自信沒有了 你以為自信跑掉了 你找不到你的佛 往外面去跑了 所以很多人喜歡弄一些很奇異的事情 讓你感到說有什麼佛 有什麼像 有什麼那個 三主信心明告訴你 無在不在 時方目前 極小同大 忘節境界 心非四象 我們的親近的節性 我們的佛性 它不是四象 所以你看不到 它無像嘛 你看不到 所以心非四象 道節方語 那麼我們的道呢 哪裡有什麼地方呢 有什麼 這裡有道 你們那邊就沒有道了嗎 就是道 道節方語 沒有你 我的 都一樣嘛 從在這個地方哪裡 我這裡我有道 你那邊就沒有道 你那邊也有道 我這邊也是有道啊 所以說心非四象 因為我們看不到 看不到的時候 以爲說沒有 那以爲我這裡才有道 你們那邊沒有道 你們那個道跟我的道 同樣一個道 沒有什麼差異啦 即四象 而不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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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次分身 什麼叫做 即四象 而不仿 次次分身呢 你能看到了 能聽到了 還有你感覺到了 會冷了 會熱了 它就是你的分身啦 那就是你的分身 你要分在什麼地方 分到能看的 能聽的 能感覺的 那不是你的分身嗎 那還要講說 看到我們台灣有一個送氣力 那都會分身 你本身就會分身了啦 你們本身都有分身的能力啦 即方疑 而去愛 沉沉入隱 哪一個地方 你的住心沒有地方 沒有寫見出來 到處都是啊 只是你自己不解得而已 沉沉入隱 不理當事 所有能沉沉入隱 不理當事 你現在的這一段親近的決心 根本沒有跑掉啊 還要去找什麼 那你不去就是 不去是觀世音菩薩 不去是阿彌陀佛 不去是普賢菩 不是文師普利菩薩 還要去找誰呢 所以這個中門所講的 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你們聽起來 反而會不信 但是你增過你好幾十年的努力去參與以後 然後有人跟你講 你的道就在目前 你這樣一下子信入的話 那就沒事了 就是這樣啦 不理當次 我也是這樣找過來 找了幾十年才找到 找到現在才能夠這樣跟你們講 我如果沒有找過幾十年 我這個樣講出來 我會講到會感到 這是這樣嗎 我自己也在講 是這樣嗎 是對嗎 三子有沒有騙我呢 三子沒有騙你們 三子是沒有騙你們 但是你們自己沒有辦法正日 所以中門講的頓悟的時候 像你親正普體的時候 那一個正量出來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祖師大德的時候講的通通沒有錯 只是我們自己有親有私這樣 所以這個我們的親近結近 怎麼要呢 常湛然 次次分身 常湛然就是很 就是你看不到那個透兵 沒有辦法 有那個形象可以看嘛 常湛然嘛 湛然就是很清淨 很乾淨的意思 次次分身 但是你切切實實 每個地方都是你的分身 三核大地都是你的分身 你不要以為三核大地是三核大地 密集資金不可見 你要找他呢 他就不見了 找不到了 是沒有了 世衛無在不在 失望目前 所以因為你要找他的時候 他就無在不在 失望目前 你以為說 我找不到他 若也一時作斷 這個一時作斷就是 這個語言一時作斷的時候 就是說 你大栽大悟的當下的那個時候 你那個正量出來的時候 就無遠無盡 你才知道你的親近諧信 無遠無盡 無在不在 這個地方就是有正量的人 他告訴我們 讓我們自己採集那個 我們修行的時候 就是為了達到那個正量出來 無在無不在 乃至何起 何放 何重 何群 不由別人 只是自己本身 只是神通變化 所以你要找個神通 要找一個 去拜個什麼東西 來求一個神通 你自己就有神通變化了 如果你沒有神通變化 你 我們不是講過了嗎 你們吃了好幾taku 好幾卡車的食物 但是你肚子裡面不見了 喝了好幾大桶的水 你也不見了 那你不是你的神通變化嗎 何止還會神通變化 還要從你家跑到我們這邊來 是不是 這不是你的神通變化嗎 但是我們就是認為說 我們這個太容易了 這個不是我的 這是別人的 沒有啦 這就是當然 所有當下都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能夠自正自用 自擔自和 自作活氣 都是你自己啊 沒有別人啊 那你認為為什麼 你自己能夠做的這些事情 你有這麼樣的神通變化 你有這麼偉大的能力的時候 你有這麼偉大的能力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能相信你自己呢 只是因為你沒有到那個正量 只如不是目前機呢 如果不是這樣呢 就是講這個 你說認為這個還不是這樣呢 也會目前是呢 又怎麼講 又這麼生 又怎麼講 如果只如不是目前機 也會目前是呢 不是你現在能聽能看的 這個不是你的清靜的 潔性的作用 不是你的佛性 不是你的道了嗎 那又這麼生 他又告訴我們 一個很好的觀察的方法 叫做天小部落 夜半證明 天小部落夜半證明 這是東山主事的那個 我現在結起的這個 也是東山的那個 的那個 的主事傳承 所以說 天小部落 夜半證明 我們白天起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外面的很多軍界 也是似非非 還要紛紛擾擾 要做這個 要做那個 要做早餐 要洗碗 要洗衣服 要做什麼事情 又要去山蠻怎麼樣 你整個整天到晚 白天起來的時候 要做的事情很多 你整天就忙得 昏陀轉向了 所以叫做天小部落 夜半證明 你晚上睡到半夜 半夜起來要 睡到一兩點的時候 要上廁所 怎麼自己跑起來了 怎麼自己起來了 那是誰叫你起來了 夜半證明 所以你到晚上的時候 夜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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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將醒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是誰醒過來了 那不是夜半證明 那不是你自己 那也沒有別人 所以這個清淨的覺醒 講的禪宗 講的太簡單了 你們都不相信 反而不相信 就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 後來就是主治大了 後來改遍什麼 告宋朝以後 你要誤到嗎?就是在那裡做不倒單 每天都要在那裡做 一做做了幾十年都沒有誤到 是不是? 我不是特別在這個地方 特別講那個寫言子清 他誤到以後感慨的講說 他幾十年在那裡做不倒單 我不是把那個公告也鋪上網 鋪上網讓大家能夠看 但是我要如果真正的講這誤到的事情 反而大家又看得到怕怕的 這很奇怪 那麼極小同大,旺傑境界 這個無在不在的書 後面是極小同大,旺傑境界 這個極小同大,在下面就是極大同小 不管是大不然是小 我們做極小同大 雖然我們觀察我們自己 觀察你自己 你自己所在的地方 你自己本身裡面 你的肚子裡面有多少的 不管是阿米巴蟲 還是什麼消化的細菌 還是什麼東西 有多少東西在你肚子裡面 還有你自己的細胞 還有我們頭髮 我們頭髮不是一直長長 我們頭髮是一片一片疊起來的 我們指甲也是像頭髮一樣 一搓一搓一根一根這樣長出來的 很小很細的 頭髮裡面它自己本身也有那個DNA 還有它的細胞核 這多小啊 我們的身體不是很大 但是我們的身體最小的東西 非常細 我們的低音太小了 對不對 極小同大 但是我們沒有這些微層顆粒的 那個組織出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講話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耳朵聽到的 另外我們的耳骨裡面 那個瓜尿或組織只是幫你說音而已 但是那個組織系統有好多的那個細胞 它接受聲音的時候 它的感應 它對各種聲音的感應不同 所起的那個方向 它那個細胞 你看它多維繫 我們看不到它 但是它有它的作用 所以有多小的極小同大 但是都是在我們這個身體裡面 我們也不能分辨它 我們也不能理解它 我們也不能排斥它 它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也是要依賴它 所以極小同大 你不要以為說我們的精靈絕心 我們看不到就沒有 就是這個樣 所以這個叫極小同大就是要 你因為看不到你的精靈絕心 你說沒有 所以它說極小同大 旺杰境界 旺杰境界就是有人大惹大悟的時候 當它的正亮那一下 它的悟道的時候 它雖然悟道在當下的時候 但是它也不能一直住在境界裡面 所以境界線前的時候 還要把境界要忘掉 我說我悟道了 我悟道了 我一個悟道了 每天都悟道 人家就不笑你傻瓜才怪 所以旺杰境界 你不要說以為那個就是悟道 就是有什麼了不起 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本來就有這個能力 你本來就有這個能力 所以一毫頭上的西空大地的一十種線 一毫頭上西空大地一十種線 這是指示大德跟你講的 其不是極小同大 一毫頭就是一個微小顆粒 我們的DNA 我們的細胞核裡面 叫做一毫頭上西空大地一十種線 其不是極小同大 故極極極講 一毛端現保王岔 作為成禮轉大法輪 果不達無在無不在之子 如果你沒有辦法達到無在無不在之子 只動為境界所佑 即佑以境界 則安以望傑之旅 所以說我們如果說你沒有辦法了解這個 無在不在俗望目前的這個真理的時候 你就變成會被什麼東西所困到 被這個境界被什麼東西所包圍著 又就是被包圍著的 即佑以境界者安有望傑之旅 你就沒有辦法達到望傑之旅 即不能望傑境界 則大者大象小者小象 安能容赦以一體 就是我們的身體裡面有大的 比如說我們的心臟 我們的乾心脾肺身裡面 裡面還是有很多的那個 他的子肢 所以這個大子肢 我們的身體裡面有中子肢 有小子肢 還有更維繫的子肢 他都在一起 都安設在一起 他根本沒有說 我不跟你住在一起了 你的心這樣跳出來說 我不要跟你同志了 我要離開了 我要跟你 沒有嘛 他沒有 所以說 我們要有這樣的那個 你要知道說 無債無不債 無債無不債 十方目前 十方目前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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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不債十方目前這個很重要 要好好把它 這些計畫很重要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天小部落夜半正門 你們回去好好出去試試看 看到半夜期到半夜 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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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河系在轉,那銀河系之外還有更多銀河系 你看這個有多大,你根本沒有辦法去測量 我們這個地球上我們很了不起 我們人很了不起,你去看看多維繫 你看我們地球跑多快,我們自己都沒有感覺 然後地球要繞太陽,太陽又要繞銀河系 它從來都沒有停止 那你那個力量從什麼地方來,我們都看不到 你不能說看不到它就沒有,它還是繼續在跑 所以極大同小,你再怎麼大跟我們現在都是一樣 都是同一個真實自信在取用的時候,它就有這個樣的力量 所以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我們希望講什麼是有什麼是無 在主事大德裡面跟我們講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這個這個是有與無就是對立 進與過對立,空與有對立就是這樣 所以它這樣的講法的時候要讓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眼光跟我們的想法擴展到整個西空宇宙裡面去 所以我們不要只留在一個小小了 為了一個,我一個花盆要擺中間還擺左邊擺右邊兩個呼吸炒到換天 一定永遠都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說 沒關係,你想,你高興放在哪裡就放在哪裡 你要高興放蟲頭就高興放蟲頭 你高興放桌子就放桌子上 不用去找嘛 所以說因為有與無,無與有的時候 我們一直會主著在那個境界上 他講這個主事大德告訴我們 我們的親近的決心,我們的自信,我們的活性的能量有多大呢? 大地載不起,西空包不進,大地載不起 這樣的話,我們公平找不到有這種東西 大地載不起,我們整個地沒有辦法把它載完 載不完,西空包不進 你再說整個西空宇宙的銀河系 然後銀河系之外還有銀河系 我們自己的地球 你看我們那個火箭要打到火星那個邊 火星就是我們最近的喔 那火箭要離開我們的那個大氣層 每一個秒鐘要11.7公里 速度才能夠,才能夠,才有辦法 脫離我們的這個地球 要脫離我們的地球每一個秒鐘 那火箭的速度要11.7公里 那脫離地球以後呢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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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真空狀態的時候呢 叫近著橫近,動著橫動嘛 所以它的速度在11.7公里的速度 像火星這樣跑的時候呢 要跑一年多才到火星 而且是旅我們最近的 當然它不是直線啦 因為你在跑地球在轉,火星也在轉 所以它這個,它這個 它是看似直線,但是其實不是直線 所以這個整個細空宇宙呢 我們來講呢 對我們來講呢 我們太微細了,太微小了 所以大地再不起 雖然這個,這麼神器 這麼偉大的力量呢 但是呢,這些都是我們的 所謂的清清潔心 我們的自心,我們的意心 我們的這個心力所展現出來的 在近細空變化這裡 但是呢,縮小來的時候 在我們,我們能看能聽的那個也是 西空包不盡第一段大事呢 只是在,這個大地再不起 西空包不盡的這一段大事呢 只是在知人,眼中一見 你們看到了,看到人看了就是見 能聽的叫做聞 其實不是極大同小 但是這個指示大都很識別告訴我們 其實這樣講的話呢 大家都,你去會了嘛 你不去會了嗎 你眼睛能見的就是見信啊 你耳朵能聞的就聞信嘛 那見信有什麼困難呢 還來看,講到說見信有多大困難呢 沒有嘛,你能看能見的就是見信 能聞的就是聞信啊 去不是極大同小 那你的眼根呢 也變化了 耳根也變化了 但是,如果你們這樣講的話 如果,這不是我這樣講過去的話 你們以後還有,普通一般人一定會 一定會摸不清死 你什麼眼睛偏髮界 什麼耳根也偏髮界 那有什麼編表 就沒有什麼編表嘛 你能夠看到了 你只要東西前面不跟你擋住了 你看到,可以看到太陽那多遠啊 可以看到什麼星星 那你的眼睛不是偏髮界嗎 耳朵如果只要沒有被它擋住 你可以聽多久多遠的聲音 那耳根也是偏髮界啊 對不對,你一聽了 你講一句話 全部都聽到了 是不是 就是有什麼編表 沒有什麼編表 即時而論 即時而論 近時方世界只在之人 睫毛 眉毛眼睫上 你看 多瓷別啊 那個大師大 已經沒有人會這樣講了 這個不是我講了 這個是我們的指示大德講了 這是珍舟、珍潔、清了 珍舟、珍潔、清了三師 他寫出來的信心名 你們可以去找 但是很難找 網路上很難找 近時方世界只在之人 眉毛眼睫上 去不是極大通小 古人像你道 近大地呢 初來如市民立大 拋向面前呢 七桶不費呢 以前是窮 很騙人馬去也 就是說如果你這樣的話 還是不會的話呢 就是說 他說 他說 這個 七不是極大通小 偷古人 就是古人向你道 進大地初來 如市民立大 拋向面前 你拋向面前 你就看到 七桶不費 就是你沒有 還不是不清楚 那個尤七的桶子 裡面那個黑咪媽的 這個七桶不費 就是你這樣還是不會的話呢 以前是窮 橫偏這麼去也 那你就永遠沒有辦法了 你就要誤到就很難了 就是這個意思 他一定幫你公明的 台灣話說講明的 講白了 所以說 你們的福報很好啊 你能聽到這個無上大法 你能聽到這個無上大法 有 有不自有 有是無家之有 因為有跟無是對立的 兩個對立的 所以要拿一個有來對 無來對有 所以有即是無 無即是有 有不自有 有是無家之有 無不自無 無是有家之無 有不單機 無不獨立 有不會單一個有 無也不會單一個獨立 其人之言有者 先存所見出無 乃云有 乃云其有 果先不存其無 安肯以無所對中 突然言個有 故之 無不無即是有 有不有即是無 有無之理 本乎一言 以一言中言有 則多其有 以一言中言有 則多其有 有言無 則盛其無 有無 分容 言無 言路也決 世衛有無之極 所以講這個 這個是比較錯像的 有與無的東西 不是很重要 但是你們在觀點上 我們喜方 產生一個 我喜歡有一個 這個東西 它是在破你自己的主著 我喜歡這個 我不喜歡那個 這個喜方不喜方 都是 但是 都不是 它本身沒有自信 那個 那個會有產生一個 自己說 我喜歡這個 我高興那個 那是因為 你 起了一個妄想 所以它 用這個有義無 來跟你講說 你要放下你的 這個主著的意思 就是 那是